本期《黑暗国度》主要讲述了印度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它击中难返的民族性格和国家命运。 说到印度,尽管我们与印度相邻,同为亚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却似乎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个宗教国家,我们读过圣雄甘地的历史书,也看过宝莱物电影中那些一言不合就在歌在舞的电影。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印度女性的悲惨遭遇,但是这些信息都是零散和片面的。 真实的印度到底是怎样的呢?印度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黑暗国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了解印度。 《幽暗国度》是印度三部曲中的一部英国印记作家V.S.奈鲍尔。 印度三部曲是作者三次到印度旅游的经历和旅行。 第一部《黑暗国度》是作者于1962年第一次访问印度,并在那里住了一年,因为是第一次到印度,所以从书中可以看出奈巴尔的感情非常强烈,分析得很透彻。 第二个受伤的文明故事发生在1975年,当时印度第一位独立总理甘地夫人甘地夫人取消了民主选举,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奈巴尔在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印度的现状,这本书也在我们的听书栏目里进行了解读。 1990年第三部《印度百万叛变》是奈巴尔亲眼目睹和接触印度各阶层公民的口述。 作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出发,以冷静的白描代替了前两部作品的激情。 在《黑暗国度》里,奈巴尔访问了孟买,访问了德里,访问了加尔哥达。 然而,在他看来,印度是一个充满贫穷和丑陋的国家。 印度的宗教、历史、人文,以及英国殖民之后印度的残余,都留下了震惊、愤怒、疏离、鄙夷和失落的情绪。 故此,他在故乡格外落寞,觉得自己就像是个陌生人,失去了身份。 有人说奈巴尔写的像话,他用一支钢笔把印度描绘的光怪陆离,却异常真实,跟随他的文字,我们走进印度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一窥其混乱背后的深层机制与根源。 时代周刊评论说,有一类人远离家乡,却比家乡的任何人都了解那里。 奈巴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奈巴尔和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英国三大移民作家。 1932年,他出生于英属殖民地特里尼达,位于加勒比海,其祖父为英属印度人,其丈夫为婆罗门种姓。 但是奈格尔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对宗教没有兴趣,却热衷于文学和英国文化。 奈巴尔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诺贝尔颁奖词中,奈巴尔的作品融合了极富洞察力的叙述和不为世俗所左右的探索,促使人们从压抑的历史中寻找真理。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本书。 印度社会阶层,印度人的心理结构,以及后殖民时代的印度。 首先看一下印度社会阶层。 奈巴尔是在特里尼达长大的,他从未到过印度。 因此,在他看来,印度是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只存在于书本上的童年背景和老人的讲述中,像是一个神秘而又朦朧的国度。 直到1963年他正式访问印度时,作者才真正看到了这个模糊的国家。 印度的贫困首先引起了奈巴尔的注意。 奈巴尔发现,贫穷是印度精神的最好体现。 贫穷给印度人带来的不是愤怒、耻辱、改革的冲动,而是令人伤感和感动的泪水。 人们谈到贫穷时,几乎都带着甜蜜的感情和纯洁的感情,乞丐在印度是神圣的职业。 怎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印度历史悠久,社会阶层根深蒂固。 印度教的等级制度把人分为369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有严格的规定。 这种等级制度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印度人的内心深处,与他们的潜意识融为一体。 印度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就是界定自己,区分他人。 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这种需求,但印度人的做法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印度教圣经伯嘎范哥里,有一段经文说,做自己该做的事,即使你的工作很卑微,即使别人的工作是高尚的,为自己的职责而死,为他人而死。 由于这种心理机制,每个印度人都缺乏积极的动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高官到清洁工,从打字缘到妓女,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安于自己的阶层,从不试图超越自己的阶层。 这是一个关于分工制的小故事。 马赫楚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公务员,他让手下的秘书兰娜是把一封公函记下来,然后用打字机打印出来。 兰娜是只负责宿记,并没有帮马赫楚打字。 当马赫楚叫他打字时,兰娜很自然地拒绝了。 马赫楚说要向上次告状,兰娜卜却不肯就范。 直到马赫楚下了逐客令,他才向马赫楚跪下,将文件打印了出来。 同时,兰娜是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屈辱。 在这个故事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事实上,马赫楚的做法在印度并不奏效。 虽然他把兰娜时交给了打字缘,但是他不能说服兰娜时去打字,也不能动摇印度人跟深蒂固的分工观念。 这也是为什么马赫楚处处碰壁的原因,为印度的贫困而愤愤不平也无济于事,因为印度人本身看不到贫困,他们总能找到办法逃避现实。 在印度,人们对现实视而不见。 其次,奈保尔看到的是一片肮脏不堪的景象,印度人随地大小便,无论男女老少,随时随地蹲下。 当街拉时,没有人为这件事大惊小怪,也没有谴责,也没有阻止。 但是奇怪的是,在印度,无论是日常生活,电影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没有人提起它,因为印度人害怕污染,是不是很矛盾,事实并非如此。 印度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干净,最爱清洁的民族,他们拉时,洗澡,做爱都是严格按照教规来的,他们只能用右手吃饭,只能用左手做爱,就连拉时都有严格的程序。 印度人透过表象看到了隐藏在行为中的含义,他们是纯洁的行为,因此,无论行为本身多么肮脏,物质层面多么令人厌恶,只要在精神和程序上符合进化规律,在印度人看来,都是纯洁无瑕的。 印度辩证法就是这样,印度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伟大改革家甘地,但是甘地却失败了。 甘地年轻时曾就读于伦敦,之后曾在英国殖民地南非居住20年,46岁时返回印度,甘地既有东方文化传统,也有西方文化传统,印度教文化和基督教,他关注现实,如呼吁民众注意公共健康,注意走廊上的便便。 他认为公共卫生与种姓制度有关系,这种制度导致印度人变得麻木不仁,缺乏效率,敢于内讧,内讧使印度变得衰弱,变得软弱无力,导致列强入侵,印度沦为殖民地,在甘地看来,印度就是这样。 然而,这个印度并不属于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印度人不能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他们躲在自己的世界里。 甘地曾向印度人民解释,西方基督教的真理是上帝的,我们的审判不是根据我们吃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什么人,而是因为我们帮助了谁,用了什么方法。 然而,这些甘地的教义与印度的伯嘎范哥并无对应关系,印度人试图接受这些教义,但最终却将其摧毁、废弃。 于是,甘地倡导的无私行为被象征行为所取代,比如,印度政府建立植树州,不过是走个过场,种下的树苗很快就枯萎了,建立了消灭天花州的政府官员,却因为宗教原因拒绝接种疫苗,一旦行为变成了符号,那就只剩下标签了。 在作者看来,象征性的行动就像一个诅咒,给印度带来无尽的灾难,伯嘎范哥竭尽全力推行的等级制度,最初是农业社会的有效分工,如今却使印度社会腐朽僵化。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作者看到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功能,只做表面工作,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精神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主义,它只能强化阶级阶层。 印度人的种姓制度是根深蒂固的,或许印度人可以稍微犯点错误,冒点风险,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他们的种姓,奈巴尔所看到的印度正是如此。 举个例子,一个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从底层打拼到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有钱买计程车,有投资,有办公室,却每天像一无所有一样睡大街,只因为他出身低贱,睡惯了大街,就算有钱,也不觉得睡大街有什么不妥。 又比如出身高贵的婆罗门家族的富商,以皮具起家,却因为身份低贱,肮脏,从不让子女涉足这一行,需要改革的是种姓制度本身,是种姓阶层的思想。 甘地不断提醒人们注意的琐碎,狭隘的事实正是他改革的出发点,不幸的是,印度毁灭了甘地。 现在甘地成了圣雄国父,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神,受人膜拜,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指出的社会病根,都被有效的忽略掉了。 甘地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政治成功,改革失败。 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奈保尔第一次到印度,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贫穷和混乱的印度,贫困的根源在于僵化的种姓制度,它使人们失去动力,安于现状甚至堕落,而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等级制度使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人对清洁的信仰,印度人通过象征性的方式来净化他们的行为,以至于他们对现实视而不见,甘地以南非殖民地的眼光看待印度,指出问题所在,他确实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了一代圣雄。 他不能动摇印度人内心深处的信仰,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和自身问题上,因此不能真正改变印度社会,下面我们来谈谈印度人的心理结构,大家都知道印度宗教发达,印度人的心理结构和宗教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印度人很难区分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印度人看起来心胸狭隘,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对于复杂的事物,他们却能够毫无阻碍地接受和理解。 换句话说,印度人把神话当成了历史事实,往往把历史变成了神话,眼前的具体形式根本无关紧要,他们生活在宗教神话的世界里,在印度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不时有外敌入侵,但印度人内心深处并没有区分内部精神世界和外部现实世界,也没有形成历史意识,那么印度人是怎么对待入侵者的呢? 这就是印度人特有的模仿能力,他们能模仿十六世纪征服和统治他们的莫沃尔人,也能模仿那些殖民他们的英国人,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征服了,内心深处却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内心世界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印度人生存的秘诀。 内宝尔有时会模仿印度的社会,但是有时他会觉得精神分裂这个词更贴切,前者有一时,后者无一时,内宝尔常常感到困惑,印度人难道不知道他们在演戏吗?印度人会模仿英国人的一举一动品位和生活方式。 内宝尔在印度遇到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乍一看像是个英国军官,一言一行都是英国式的,连喝酒的习惯都是一样的,但是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印度人并不是在模仿真正的英国,而是在印度人想象中的童话版的英国。 内宝尔称之为安格鲁印度,这些人操着一口英国礼语和一口古怪的英国话,把这种语言变成日常语言,但他们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印度人张开双臂接受西方的事物,同时也在内心深处排斥这些东西,这就是印度人的生活方式。 一位印度的科学家会去找占星术师为他挑选一个合适的日子。 另一方面,印度神话与宗教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强调精神价值,与此相反,印度神话和宗教却非常务实,例如,印度爱经是一本实用手册,虽然宗教认为生活是一种幻觉,但是爱经鼓励人们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世俗男女关系。 这里有一段引自爱经,上钩之后,他应该使出浑身解数来取悦她,一旦发现她迷恋自己,就要狠狠地吸干她的钱,然后甩掉她,这是青楼女子的本分。 在印度人看来,青楼女子的工作和商人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恋爱中允许通奸的情况有15种,其中之一就是这种秘密关系必须安全并能给当事人带来财富。 爱情反对的是通奸,只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如果通奸能带来实际的好处,那就另当别论了,爱的教育与印度其他修身养性指南的宗旨一致,即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从事各种活动,既不会危害来世,也不会损害金钱,同时还会带来快乐。 博嘎范哥推行的种姓制度也是古代印度食用主义的一部分,起初,它的确是一个高效的农业社会分工,这有助于提高效率,但是现在,它把个人的作用与社会责任分离开来,把工作和责任隔开,效率低下,破坏性极强。 更糟糕的是,它使印度人产生一种沉溺于象征性行为的思想。 印度除了印度教徒外,还有很多穆斯林,伊斯兰教是印度仅次于印度教的宗教,大约有一亿两千万信徒,奈巴尔参观了喀什米尔哈桑巴德城的穆斯林什叶派游行,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奈巴尔在游行中看到了一群人,吉同跟孩子没什么关系,只是一种职业,是原始宗教巫术仪式中,神灵与人类、鬼魂之间的媒介,类似于西方宗教中的灵媒。 吉同在很多宗教里都有,但不是伊斯兰教独有的,这些吉通体失血,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他们却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故意撞人,流血越多,掌声就越大。 在印度大街上,这种令人震惊的游行是如此的自然,吉同鲜血淋漓的身躯把单调的修炼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 在印度人看来,宗教就是这样,宗教是一种庆典和仪式,这些仪式并没有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是由征服者一夜之间套。 在喀什米尔人身上呢,喀什米尔人早就忘记了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不过,喀什米尔人并不是纯粹的伊斯兰教信徒,伊斯兰教是禁止崇拜偶像的。 但喀什米尔人却把穆罕默德的胡须供奉在寺庙里,因此,奈保尔断言,如果今天有一位像几百年前那位那样的征服者,强迫喀什米尔人改信他的宗教,并把一整套法律强加于他们身上,不敢打赌。 一百年之内,喀什米尔人都不会记得什么是伊斯兰教,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信仰宗教,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体现。 但是,印度人的懒惰、贫穷和落后,不能归因于过分的精神性。 依我看,印度人太过依赖宗教而不敢正视现实,这恰恰反映了精神上的匮乏。 好吧,让我们来做个总结。 印度人不能区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也不重视现实生活,在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神话世界里,印度人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同时又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产生抵触。 此外,印度宗教一方面提倡把生活视为幻觉,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世俗生活,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劳动分工都变得僵化。 宗教也被简化成仪式和表演,导致印度人缺乏自我反省,缺乏历史意识。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印度殖民化带来的影响。 印度在17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期期间,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殖民时期,英国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殖民。 坐着到了印度后,在他眼中看到的英国殖民地的痕迹是虚幻的。 当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码头上挂着英国名字的启动机时,他才意识到,原来印度人每天都在与意志文化接触,最终完全融入和改变。 在印度人看来,被殖民的历史并不是被刻意的淹没和压制,而是被完全接受,却又完全被忽视。 印度人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 印度人以一种博大精深,超然物外的哲学,强调消极和接受。 因此,作者发现印度人一直生活在自我欺骗之中。 在印度,存在着两个英国国家,一个是印度的印度英国,在英国,历史已经结束,英国风格的建筑遍布印度。 按理说,这些建筑在印度应该是非常突兀的,因为统治印度的英国人是印度人民的一部分,他与印度传统格格不入。 但不是,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充满外国废墟和废墟的国家,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英国,就是英国,他还存在于今天的印度,这是一个制度层面的英国,或者说文化上的英国。 他仍然活跃于印度的各个角落,印度的行政区化是按照英国人的方式划分的。 印度军官俱乐部是英式的,城市舞池是英式的,人们的服装语言也带有英国风味。 在作者看来,英国是荒唐可笑的,尽管这座英国更加生机勃勃,气势恢弘,但英国与印度的结合却是一种冒犯和亵渎印度的行为。 这就是任由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之上的结果,二者之间缺乏互动与竞争。 作者认为,印度殖民政治最诡异的特点之一就是绞柔造作,仿佛整个国家都在表演一场狂想曲。 一些人说,真正的英国人其实是印度人,这句话发人深省,说明所谓英国人的性格其实只是一种幻想,一成不变的行为准则。 自从英国人离开印度后,这种行为准则就慢慢地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英国人的性格就是歧视和法治观念,而英国作为殖民者,则是被隔离开来的。 在印度人心目中,英国精神是独立存在的,与他们自身信仰结构无关。 英国精神是一种表演,一种把戏,作者戏谑地说,英国人的性格将在印度永垂不朽,因为它是民族艺术的杰作,它将比英国的国家更加长寿。 印度人不愿正视自己国家面临的困境,因为如果有历史意识,印度人怎么可能在废墟和古迹中正常生活? 如果有历史意识的话,哪个印度人不对自己国家进一千年来的历史感到愤怒和痛苦呢? 面对这种情况,印度人只能逃入宿命论的安全岛,所以印度人这样看待历史,尽管18世纪印度内政混乱导致列强入侵,但印度人会告诉你,在印度人到来之前,印度非常富裕,工业发展面临重大突破,文化繁荣。 印度人对历史的随意歪曲使他们自明得意,以至于今天印度依然一团糟,印度内部争问不休的语言、宗教、等级和行政区化,似乎历史从来没有进步过,无怪乎作者感慨,印度似乎永远都需要一位征服者来解决内部分争,作者并没有为殖民者辩护,而是在印度内部寻找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被殖民。 作者的落脚点是印度,他坦诚,因为印度的历史就像沙滩上的城堡,在海浪的冲刷下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征服者们不能真正地改变他的内心,印度人不在乎他们的文化历史,印度人早已习惯于在废墟中生活,印度到处都是古迹和雕像,伊斯兰清真寺建立在印度神庙遗址上,造成了一片废墟,对印度人来说,废墟中的铁皮厕所更有价值,作为文化遗产, 印度人只能通过欧洲人的眼睛去发现,只有那些被欧洲人发现的古迹和遗迹,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和维护。 作者认为,印度造型艺术已经没落,入侵了英国人把整个印度都洗劫一空,也许英国是印度艺术衰落的罪魁祸首。 但作者认为,归根结底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关系代表了积极的一面,而十八世纪停滞的伊斯兰教与衰弱的印度教及印度的结合。 如果两者相撞,最终的输家一定是印度,作者感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印度更适合接受征服者的国家了。 作为一个印度教国家,印度在与征服者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它总有办法迎合入侵者,最终将其纳入印度社会,同化他们。 印度一开始非常欢迎英国人,一本由印度人著述的卷手提词曾经证明了印度与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纪念印度大英帝国,它是我们为人民,但是我们并不满足于要求它赋予我们完整的英国公民权利,因为我们心灵中最美好,最有活力的一面是由大英帝国统治而形成的。 作者认为,英国人曾以上帝选民的姿态统治和统治过印度,而英国本可以融入印度文化,产生良好的影响,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作者认为,问题在于英国人的情感和价值观突然发生了变化,而英国殖民政府则完全背离了英国的传统价值观,结果就是英国开始蔑视印度,于是印度人开始自觉而自觉地回归自己的精神文化传统,回归印度的古代文化。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扔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里,在这里,他们只能看到他的情况,却无法抓住他的精神,于是印度人就成了没有根的兰花。 模仿西方制度只能掩盖印度人精神上的分裂,这种观点是否成立,英国最初对印度进行殖民,无非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经济回报,积累资本。 在大航海时代与其他殖民国家的竞争中取胜,而并非像作者描述的那样美好和理想,因此,作者想要的效果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会带着伤痕和痛苦。 也许作者希望一种更加精致高雅的文化能给印度带来积极影响,也许奈巴尔本身就生活在特利尼达,使他与殖民意识疏远,而这也使奈巴尔间接成为殖民主义的辩护者。 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奈巴尔既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思想家,他是一位寻根的旅行者,以作家的视角进入并观察印度,他的批评家也许谈不上多好,但却是个有见地的观察家。 印度与英国的邂逅最终以失败告终,印度人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回到过去,而且他们坚持印度民族性,使他们不能大踏步向前。 作者认为,自从莫沃尔时代以来,印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印度与西方之间的交流与交流结果是负面的,印度文化中有一些东西是西方人所不能触及的,而印度人则固不自封,固不自封。 如今,无论是对东方世界的消息看法,还是对西方世界的积极看法,今天印度都被冲淡了,两者相互制衡,西方文化没有完全渗透到印度,印度人几乎本能的生存能力和世界观一旦被冲淡, 就会丧失其力量,印度已经失去了活力,在作者看来,师婆已经不跳舞了。 作者在印度的一年之旅结束后,悲哀地发现,印度仍然是他儿时想象中的黑暗国度,我想,奈巴尔第一次去印度旅行,可以理解他对印度的深刻批判和几乎全盘否定。 作者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作为印度裔的他,一方面渴望找到自己的故乡,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感受到与自己格格不入不可理喻的现实。 在对这些内在逻辑和根源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他自然无法抑制自己想要揭露和发泄的冲动,但即使是在作者最激烈的言辞中,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印度深深的爱与同情。 好吧,让我们把今天所讲的内容系统的总结一下,僵化的印度种姓制度导致人民忽视贫困,人民失去动力,变得麻木不仁。 另一方面,象征性的行为导致了对现实世界的混乱视而不见,虽然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现实层面上的改革却完全失败了。 印度人善于接受外来文化,同时又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产生抵触,导致印度人啼笑皆非的模仿生活方式。 此外,印度宗教一方面将人生视为幻觉,另一方面又十分务实。 印度人过分依赖宗教仪式和象征,缺乏自我反省,缺乏历史意识。 因此,英国殖民之后,印度只留下了一套所谓英国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殖民进城中的印度,犹如诗根之兰,失去了原有的创造力与活力,既不能真正融入西方积极的世界观,也不能发扬民族精神,只能徘徊在黑暗的世界里。